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品种的话 它会有一些波动 包括像黄金从T6的位置又回落到70附近 包括像美加的话 它也有一些短期的波动 包括像美日 昨天又提醒 美日可能还不见得到一个开始要下跌的状态 它可能现在还是要再往上去充一下 这些的话 当然它的波动的一些规律可能能够看出来 但是它的数值来讲 就是波动的值 我觉得还是偏小一点 这样的话可能更适合一些短线交易 那么 最好的话 那不就是说 我觉得 我们自己的话 在学习一些这种基础的交易方向以后 交易方式以后的话 你可以选取一些短线的交易方式 那么 对于像我美盘这种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盘的话 实际上如果是看的是比较准确的话 最好还是采取一些波动的思维方式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点 因为美盘的话 一般它是一种波动行情的开始 当然现在这个阶段也有一点特殊 因为它是一种前期震荡到现在开始逐渐 美盘的一种加大波动 到我们找到一次的这种 我所谓的一种交易节奏 这是很关键的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是说市场过去这一天的一些变化吧 比如说像美日 美日的话 昨天解盘的时候大概是在这边 当时也说了 就说我觉得美日的话 可能这边直接跌的 这种概率的话 可能也偏小 它可能正常的话 稍等 提问 没声音 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那最好 大家自己去检查一下 自己的这个 那自己的耳脉 好 我先讲 尽快的调整 好 OK 那么这边的话 其实还都是一些 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些位置 当然了 你说它能够继续的上涨的动力的来源 就是像现在阶段 就是说这个 当然美元的加息预期 这些东西 但是到美元加息的话 从今天开始算到真正加息 包括现在市场的话 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这样走 当然我个人觉得会跟美国大选会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从8月份 就是我当时说市场可能回到一些震荡的行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从8月份到现在 也就到下个月 下下周 对应该是11月8号吧 对美国大选 那正好是应该是在下下周的周出 美国进行大选 而下个周是有非农 那么在之前 正好是美国大选的 进入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候 当然了 其实从结果上 可能大家心里都知道 说这可能是这一次就是希拉里 其实8年前就已经可以讲 我当然我觉得这有点夸张 其实但8年前其实就已经有苗头 说这一次可能就是希拉里要当选 因为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希拉里的这种 不管他的政治的一种背景 包括他这种人气 包括他的这种性别的优势 大家看到当今这个世界上 西方的发达国家里面 以德国和英国为首的 就是跑去美国 当然了最大应该是德国和英国 对吧 那么都已经是由这种女性来去领导 那么现在美国也有苗头 好 如果这次希拉里上台以后 就变成西方最大的三个国家 都是由女性来去领导 这也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 可以讲我觉得是比较有特殊的一个时期 这到底说明什么 我觉得可能有人说疫苗衰 这个也不能这么讲 可能就是时代的正好赶上了 也许是一种巧合 正好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几个比较强势的女性领导者 所以这一次的话 希拉里的这种呼声还是应该是 我觉得起码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是不出意外 百分之回馈母系社会 应该不是的 因为他只是作为第一个领导 但是在最高层人群当中 应该还是男性占有绝大多数 只是说一把手变成女性了 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 那么这段时间 市场无规律 或者说市场这种 对于美国大选 它的一些反应 其实也反映在我们市场里面 可能会是一些 对于谁上台 比如是现在目前的表明 比如说如果希拉里上台 它会引起什么 比如特朗普上台会引起什么 当然每个地方 包括每篇文章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那天我偶尔看了一篇文章 会讲到希拉里上台以后 会对中美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可能会 其实他会那篇文章讲到 会说是对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好处的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克林顿时期 他的那个时候 中美之间的关系是ok的 所以说是希拉里上台以后 他可能会促进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好 相反的特朗普有个上台 可能对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太好 特别是他会对美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一些在核心观念上 可能会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 就是说这是这篇文章所阐述的观点 就相对应的 他也是希望希拉里上台 因为希拉里上台以后可能会保持美国现有的状态 说特朗普说的那种 就是未来 比如说美国会偏离过去的圣经文化等等 目前他可能还是不足以去影响到现阶段的美国社会 就是人口的比例 人口的比例 从背景来讲 依然是白人占有绝对的优势 只说这种优势 就像我们澳洲一样 对吧 白人的话 随着外来移民的众多 可能白人的比例是在减少 但是他还是在占有绝大多数 就是说这么一个状态 好 那么说刚才说了题外话 所以市场的话 就是现阶段 我觉得这样走也蛮正常 从8月份到11月份正好是美国大选 对吧 美国大选应该辩论 后选人间的辩论 就是在9月份开始 8 9 10 11 这是最重要的这几个月 所以市场的话 也可能是受这方面影响 当然我印象当中 我记得 想一想 今年 对 然后奥巴马上台那一年 正好是08年的金融危机 所以他上台那一年 其实市场当时的波动是蛮大的 就是后来他上台以后 市场反而波动就小 就说他上台之前正好是08年金融危机嘛 他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 他的上台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这种美国的社会阶层不稳定 他推出来一个黑人上台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为了堵那些底层的黑人的口 就是让他们不要再去影响社会的这种安定和团结 就是说他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这种要求 需求 所以这些相对应的这种领导人也会 也会就说会 这种所谓的怎么讲呢 就是会出现吧 也是时代的产物吧 好 说点题外的话 那我们拉回来讲 还是这样 就说每日 今天白天有人问我会不会突破 我已经说了 我说这边突破也不突破 我都不想去参与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突破了 确认他是一个上涨的环境 然后我们等他走完四级的波段 我们再去参与他的一些整个的一些运行 我觉得是ok的 当然你说你出了一个常见的单子 但仓很小 我觉得我也是同意的 只是说那个仓位 我觉得你的眼光要放在很长的情况下 你的仓位最好在一倍到两倍之间 当然的底单的话 103附近 104附近 我觉得都ok的 但是最好 这个地方还是等一轮 美元走弱 我觉得比较好 目前看的话 就说下个月的非能 反正我预期是在20万左右 就是会不会整好20万或者是20点几 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市场的话 如果是在11月份 12月份加息 现在这种烟雾 应该做的比较足 会比较好 上个月的话 非能是不好的 这个当时也说了 我觉得是15万 所以最后是他最后的结果是15.2 那么这个月 我觉得可能是20万 这样的话 市场就是到底加不加 就是一个问号 加还是不加 就都变成问号 那么他最后他就变成美联储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 你像去年加息 他其实是很被动 因为他拖来拖去拖到了12月份 他要在之前做一些手段的话 就是把烟雾蛋充分的搞足 让人家市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然后的话 他才有机会变得很主动 我到底选择11月份 还是选择12月份 就说他会有一个主动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美元加息来讲是好处 你看美元加息如果是被动的话 其实市场影响真的是蛮大的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出现 而且是我们投资人可能最不愿意看到的 或者是我们投资人如果一旦出现风险 可能面临的都是很大的一些潜在的亏损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不好的 尊归他是我觉得是可控的以后 我觉得他发布这个消息 是在美联储可以控制的时候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好 美日 这就是先说一下美日 美加 美加 美日其实还都很像 说 美加作业有讲 就是我觉得这边下来 当然这边已经针对了一次空单 当然他后来晚上的时候 因为消息有一个下跌 跟着有一些横向 这个的话也不太适合操作 他其实我整体上还是觉得他会有一波拉升 在这边 既然他没有达到低时间 就直接跌下去 我觉得拉升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但是拉升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号 你说你拉升到破了1.34 就跌回来 我觉得是正常的 那么破1.34 走一段时间也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原油那边已经 就是怎么想 原油那边已经有一些迹象 就是他虽然昨天晚上有一个快速的反弹 打到了小时压力的位置上 正好这个线形 就说他是一种巧合 你不要管为什么会打到说小时级的89 我也没有看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睡觉去了 就是我白天只看了一下 他是打到这里来 打到这里来之后 他快速跌回来 那说明他还是在一个下降的格局里 那如果他继续跌 就是他如果回到说将来回到17的位置 说明可能每家还是有一定的涨幅的可能性 那么不如还是等一等吧 就是每家和每日这样的现在的品种都是比较关键的位置 然后呢 都是可上又可下 最好就稍微的再耐心等一下 好 ok 那么 这就接下来的藏我们主要交易的品种 奥币 好 奥币的话 就是有人说这边 明明是带有一个大的上影线 对吧 天是一个前行 感觉像是偏空的 但是呢 从 我之前也给你们讲过 从 从格局上来讲 这是第一次打开 这是第一次打开 然后确认地点 好 然后从这开始第二次打开 然后回落 从这边开始 如果第三次打开 它是完结 以前我记得我讲过这种形态 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假设我们当初是在这里边去试图买入的情况下 因为说了不破它嘛 那么接近它 我们去买入嘛 因为我们本身是想做长线空单嘛 因为我觉得这边空间来讲 那不足够让我们去找的很准确嘛 我又没有去做 其实它是一个无限接近于这个点没有破 然后第一次打开 遇到支撑 第二次打开啊 然后这边的话 它是缓慢下跌 那就看它接合接下来的反应 如果是第一次拉回 第二次拉回 这是第一次拉回 然后这是第二次拉回 那第二次拉回也就已经快接近前低了嘛 那么这边的话 如果一旦打开 就是一波上涨 这样的话上涨到完结点 我觉得也蛮符合整个这个周期的啊 这样周期 我们反过来看 变成了啊 可能 啊 这边我反而可能会同意了啊 说这边是一个四到五 也有可能啊 这边也不好说 那这边的话就变成是啊 一 这边是二啊 下来是这是一二三的结构 一二三的结构可能是走完这边 然后上来到这边结束啊 它可能有一个调整 但是我我之前也讲了 我这边的周期 你让我去读出来 基本上我是看不明白 我这两天一直在研究这个地方啊 就是关于奥远 从这个底部的反弹 都在这边找到有没有周期啊 周期性 比如这边是不是一二三啊 然后四 然后五啊 所以那么就变成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我们将来假定他这边是一 这边是二 这边是三啊 这边是四啊 这边是五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做的是一个更大周期的 啊 就相当于我们把啊 我这样单独化出来啊 就相当于我会把 我现在唯一找到的是 就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吧 就是这边的上涨啊 这算是第一波上涨 然后这边是调整 然后目前目测的目测的能够看到这边啊 是第二波拉升 但是从我的想法里边 它应该还有一次上转才是完结啊 从时间上来讲啊 从这边是第二波拉升 但是从我的想法里边 它应该还有一次上转才是完结啊 这边的话是9月14号到9月29号15天 从11月13号啊 然后到今天27号 对吧 到27号 如果28号 那是明天的时间 就是说它时间上是一个对称啊 最低点是14到14到这个差不多吧 14到 啊 不是 14到29 啊 14到29 15天 对 这边是13啊 可能到18 但是这是一种粗略的计算了 这是粗略的计算 那么从时间性来讲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是把这边算是第一波 这边是调整 这边是第二波 然后再调整 然后最后一波拉升啊 然后正好是欧元建这个顶点 所以之前我的盘感我个人 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说什么道理呢 我之前说了 我说我们在高位向他去等待一个高点去放空以后 最好不要等破掉它再走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变成这是12344不应该再破掉 0.7506 它可以无限接近它 那无限接近它就变成了 我觉得你如果向他做空点啊 最多最多你能看到接近它30年以内 就是看到40附近 但是我不建议拿到这里 如果是将来我们在高位 比如说0.7750 或者0.7767啊 这边接到了空单啊 然后你最好 150点150点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今天这个地点 我就去不带走 因为4 的概念啊 我觉得它不见得会一定要穿越这个地方 但是它穿越了会形态更好 但是不穿越和穿越 那么这一块就变成了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而我们从高位去接下来到这边这是一种确定的状态 那我们最好做的 确定的状态会比较好啊 那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的话整个时间周期啊 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种什么概念呢 一种就是更大周期的三浪调整结构啊 就是更大周期从啊 这边开始到这边 这是一二 这边是三 三最后破塌 然后跌下去 这边就变成了是三浪的开始 三浪的开始 那么这边是一 这边是一 这边是二 就说这边就很难界定了 这边就太乱了 我只能说是这一侧 像是整体做最后的三浪 最后三浪的他末端是干什么 末端是向上的喷出 那这个形态其实 在哪里有出现过的 就是英镑 我们也做过这一笔交易 英镑 英镑就在这一侧 大家还记得没有 在这一侧 我们曾经在这边去做买路 就是这一天 有印象对吧 有人在这天跟我一样 就在一个时间点 这一根线上去买路 当时有印象 我记得super有做 其他人我还是没印象 应该有转天追的 但是那天跟我一起做的 我记得好像人不多 就是这个盘感就好像是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他有一个 当时这边我看不到说直接杀下来的可能 但是他最后也是说做了一个这种类似于从底部 1234 然后 就是类似就像了 不能说是完全一样 就是1234 最后结束 然后开始迎报一个大的傻碟 那么 奥元 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试图在 走到这个高位上 我们再放一次空单试单 试单以后 如果他跌下来再上去 然后慢慢上去加速 就是大底 这个能理解吗 昨天有人说 有人说你不是昨天看这个0.7660吗 这个就是说他之所以我不想在这边去做 你就会看到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形态了到这边 那么大的一颗阳线又吃掉了 那么这就变成什么 如果我们做 也是错 如果我们不做 他如果从这边上去 他也是有可能 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他跌回来了 跌回来以后变成我认为这是第一次打开 第二次打开 然后第二次拉回 第一次拉回 第二次拉回 再打开 三步走完 有人说 这边的话距离和这边不一样 没有人规定说一浪和三浪之间的大小 对吧 你们有时候看到那种 日级别的你会发现一浪很短 三浪可能比一浪要长好几倍 这边的话第二次打开 那么比他第一次行情高两倍以上 就约等于两倍 对吧 7588到40是50就算52个点 52 然后这边的话到这正好是接近100点 正好是在double ok的 最后莫端向上跌 我觉得是可以的 好 那么他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他品种 就是说包括今天有人问黄金 这个黄金的话 我个人觉得他的目前看的话 如果单纯从头寸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从这边跌的概率 比涨的概率可能高一点点 为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你这边的突破 好 这边的这个点 这边的这个点 我已经说了 这像是一个存在一定又多的点 又多的点 然后他下跌以后 他会有人做空的情况下 那么他会在这一侧有人去做空的情况 所以实际上这一轮的目的 就是那天我解盘 那天我解盘 他说他会到76这一波 这波的目的其实也是要怎么样 要针对在这一侧做空的人 所以他有反向拉升一波 拉升一波以后 有人说那不就给解套机会吗 他来走 人是贪婪的 比如在这一侧7273 我曾经被套住 然后我终于扛到了60 我见到了76 反过来问大家 你走吗 你可能都不走 你可能都不走 然后他跌下来了 他会怎么想 还用我曾经扛到过60 反正你不到60 我就不跑 这就是为什么会止损 这就是为什么会止损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更像是有可能下跌的概率更高一点 同样的道理 这边的多单 这边的多单被压迫 然后终于扛回来了 然后他会在这边点掉止损 同样的空单在这边被洗掉 然后被洗掉以后 怎么样 然后在下跌破位的时候 真的大跌 我早知道当初我不平了 然后我去追 这就是这些行情 所以这些行情 还是我个人觉得蛮复杂 我这是马后跑 懂吗 慢用马后跑 我在当时 我说我感觉 但是不能做 做其实风险度是很高的 当然你做的话 可以有短线去做 比如说从这个地位 看到一分钟的图形 然后这边的 然后杀跌以后 然后反向拉回来 回踩一分钟 然后往上走 这些图形都很复杂 很乱的 就是他其实是一种 我目的是给你们分析 就是我没有做 但是我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我去感受它 我去感受出来它的结果 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这样的话 有人说 那你黄金看空 你奥币 奥币看多 没有人规定 一定这两个品种 就必须是同一项的 对吧 没有人规定 你解吗 那之前黄金在这边下跌的时候 奥币还是在上涨的吗 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所以单纯应该是从 我一直强调 我说如果是我们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参照物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它去参照别的品种 但是目前这个参照物是在我们的预备当中 并没有确定当中 预备我是想以奥币为参照物的 但是它第一轮还没给我机会做 我怎么拿它作为参照物 所以你单一品种 最好是单一品种的头寸去分析它 而这样的分析结果就变成了 有人追空 洗掉 然后有人做多 给你 有人做多以后 然后 然后你不也没有走吗 然后给你一个机会 你跑 你不跑 然后下去 不回来了 你点掉你止损以后 我再上去 再上去 然后你多单怎么办呢 将来在更高的位置去追多 这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同样在更高的位置空单怎么办了 在这边追空的人怎么样 被洗掉 好 这样就变成了什么 在将来的某一个高点的位置上出现了一次什么 多单聚集 加上空单全部被清操 那就是大跌 那就是大跌的开始 你明白吗 如果这些市场心里都是对的 那么我目前是偏空一点点 但是最好的话 就是破了它以后 比如60 按照波段的距离来讲 76到64 走了120点 如果是70 是70开始跌 然后如果跌下去破60 破60以后有个加速 可能就是55到50之间 我觉得就 就是如果你们想做空也好 或者你做多 你最好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接 但是这个地方接有难度的 它可能是单真探底 因为只要完成这个市场心理棒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它是慢慢在做形态 如果是它利用下个月 这个 这个飞浓做20万 咱们要看飞浓的话下周五 今天是周四 周四周五到下周飞浓之前六个交易日 七个交易日 一共 七个交易日 就是要看它的变化 只有到飞浓之前我才能知道飞浓到底它要干什么 而是出入数据以后它是要冲高 然后跌下去 我希望是那样 就是那你就还不如走 那你要出了一个十八九万 十九万 我觉得更有意思 然后 然后 黄金棒冲高一下 光跌落一下 那这样 如果这个节奏的话 就是在飞浓那一天 只要你有大阳线 就空你 因为 现在飞浓那一天 有大阳线的时候 正好会完成我今天说的一个心理 在那个点 空单全部被清场 多单全部被聚击 为什么被聚击 这边的多单被洗掉了 被洗掉了不甘心 不甘心的时候 这波的这边的拉升 没破它之前 是不愿意进的 你破了它80了 然后费能力加速就九几了 正好是那个位置 正好反过来我们去做空单 所以这一笔交易 我觉得成功的概率 如果给的话 我觉得是蛮高的 那这样的话 它只要成立 12418必破 就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这边只要这个位置的心理成立 它就是一个下跌的格局 反弹再下跌 那这边走来多少点 1300点 1375到1241 1300点 那你这是A 这个是B 这个C 你起码也是在1000点以上 如果1000点以上的话 就到了多少了 1200以下 1200以下是哪里 是这个点的下方 那你要破了它怎么办 那不是接着加速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些的话 其实还是OK 这个盘卡还是OK 能够 能够现在能够 基本上能够感知出来 只是说最后的爆发的时间节点 在哪里 我觉得还是要等到它那天爆发 我们才能知道 就像之前我英镑 前面都在等到那一天 我就告诉你 今天这一天 那个位置 只要到就要进 所以它那个地方到了 就碰到 碰到就进 最后就可以成功了 就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好 那么相对的欧元 好 欧元在这一次 也是如此 它这两个地方就变得是一种 它跟的之前那个节奏 它现在 这边跌下来 现在准备最后一轮杀丁 因为在这一侧开始有人买入 然后这边有人去买入 这些结构都像是很像时髮上涨的 没错 但第一次都是假的 你做短多我不管你 但是人是贪婪 明白吗 人是贪婪 就说本来它想做短的 然后注意看到30点40点 哎呀我先拿一拿 拿一拿如果跌下去了 当然或者是说你看到 哎上去突破了 你贪了 贪了以后 怕跌下去 都是有可能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节奏就是当再次跌破这个低点的时候 那么我们进场 但是这个低点其实就已经不是第二个低点了 其实它是第三个了 也蛮符合这个位置的 第二个低点是在这里 第三个低点就在未来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有没有追空呢 有 有人追空的情况下 他先反向拉伸 先把它洗掉 或者洗不掉你也没关系 洗不掉你再扛着 人们一般思想是这样 哎我扛着扛着扛着 终于扛到什么呢 扛到了破我的位置 然后向下去跌 你下次心里舒服了 你下次心里放松了 这就是死亡的开始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1.0850 我一直扛着 空单我不走 然后他先反到1.09 还100点无所谓 反到1.1无所谓 然后跌回来 破了1.0850 我等对了 然后跌到1.08以下 我持有 然后这个单子很稳了 然后止盈止损 无所谓了 先搁着搁着 然后到了底 砰 反起来 怎么办 就扛着 这就是爆仓的规律 其实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然而这是一个规律之一 还有其他的规律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规律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1.0850这个地方 是大的做空区 将来反向拉升1000点 最少要到1.18 才能爆仓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这么一种思维 好 那么唯一的办法怎么办 这边太乱 不做不就完了吗 这边的变化是很可能会非常复杂 但是你跌下去后再涨就很简单了 你无非就是做了一个攻击的目标位 你不管你是做到1.10 还是做1.0950 还是说真的就猫到这个点之上 这个腰坑市场 但是你跌下去将来再反回来 这边做空的人跌下去了 反回来了 他会想反正我当我已经扛到了1.10了 然后再看市场 市场也是偏空的 因为有大的下跌 然后又大的下跌 虽然有反市场还是扛空的 好 我再扛着 扛着到1.10 反市场还是扛空 接着扛 到1.1市场还是扛空 我还接着扛 到1.12市场还是扛空 我接着扛 扛到1.13 还寡当的 算了吧 不错了 为什么亏了50%了 这就是为什么包藏的原因 如果你们曾经经历过 我刚才说这番话 可能会刺激到你们 但是你们自己要去回忆一下 你要把这些都想透了 市场的规律能找到 你想不透 还是一样 都是会是那种 就是不断的巡回和往复 你可能永远是出不来的这种状态 你出来了 其实我这些总结从哪来 就是因为我报过仓 我去总结它 我到底为什么保仓 我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就像 这两天有同学跟我留言 比如说 我这个地方 曾经获过力 然后现在亏损 为什么 其实都是我刚才讲的 这种心理在作祟 这种心理 实际上是因为你放松警惕了 给了你甜头 你放松警惕所造成的 明白吗 那么这个如果一旦不处理 基本上市场都会奔着你要爆仓 那个地方去的 那么人就是这样 理解吗 这个就回来大家去思考 然后这是欧元 这样的话就比较明确了 我觉得到底目标向上的时候 我们是分段做 还是做一笔 要看市场的第一次反应 如果他直接打到低点 一天就回来了 那就简单了 就是说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一天跌下去 你参见之前的英镑就知道了 参见之前英镑的位置 英镑在这边的时候 在白天的时候在1.42 然后他白天收在1.42 先跌了将近两百点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不但都收回来了 到了收盘价的时候 就已经变成阳线 开盘是在这里 先目标跌两百点 一百八 然后回来反过来涨了两百 所以这边两百点 我们是不是都吃了 这边有两天 我说继续持有 目标在1.4 1.5 咱们最后1.49 把它平掉的 对吧 那这个点的含义 其实跟我们现在抓欧元 那个点的含义是一样的 只是欧元这个点 我没办法给你参照一个位置 但是我昨天也算了 两百点的两百点 算两百点以下 左右的话就是1.07 大概1.07 50上方一些的位置 我觉得就别太往下看了 那就是说变成了就是他大部分可能是如果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可能就真的是又接近了1.07 10这个位置 买入它 而在那个点是没有人敢买 多单也都全洗掉 没人敢去买入的 那烦钱如果有一段触发那个上涨 可能第一天晚上收盘的时候就已经回到1.09 这个位置上了 如果是这样的行情 那就持有就可以了 转天他可能就会一路上去 就像之前讲的 六天涨了多少点 从1.40 涨到1.4 英镑的话 这笔交易 应该有印象 1.401 用了多少天 用了大概6天 涨到1.5 对吧 6天涨 我们拿了多少点 800点 对吧 1.40 然后到接近1.49平的 差不多800点的一个行情 那这边 可能也会这样 如果真的走这么快 你中间全是探空的 好 探空以后 他是不是跟英镑走一样 没准 英镑不就是那个行情走完之后下来了吗 而且是英国推游这件事情下来 当然我当时的世界自我判断是对的 我说英国要推游 这个是 推游之前 他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就跟大家讲 对吧 说英国要推游 那这一次呢 如果这个上去以后 可能他也是欧元的那个 在美元加息以前的一个顶点 但是我想做澳币的功能 因为我觉得欧元吧 他已经就算到1.2 他去跌到跌破1的概率可能小一点 我觉得澳币的话 如果是在0.8级 他如果这个大跌下去 包括现在澳币还有加降息的这种压力 就是可能上次那个结果说是澳币不降息 但实际上澳币将来不降息也得降息 为什么 你不降息你的经济体怎么办 现在你是资金在净流出 你是出口远远小于进口 你不降息你的通胀率是持续在降低的 现在通胀率才有1.7啊 你将来也变成怎么样 实际的怎么样 可能变成实际的负利率 明白吗 就是我的意思是讲 就是说将来是澳洲是被逼的 因为我们澳洲澳洲有一个 这么多年有一个固定思维 就是澳洲的利息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面 他这个的极值的反向就是将来有一天变成 所有国家里面最低的 这就是极值 你们如果能够接受这个观点 所以将来澳币跌到哪去 你见过0.4768吗 别不相信他可能比他还低 这就是将来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为什么 这是下跌结构 明白吗 这是下跌结构 如果在这边停留 如果以他为第一波的话 这是1.10跌到了0.7 4千点 0.8跌4千点就到0.4去了 这个是有完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可能又吓唬你们 所以从空间的角度 我觉得欧元 说想跌破1 分0.8 他有这种可能性 完全有 但是我觉得 说1.2跌破1 对欧元来讲 我觉得都是有点难度的 都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我想选择澳币去 我想空澳币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 当然要看 那个点如果是跟澳币的顶点是在一起的 当然还有一个品种是美元对日元 有可能这两个品种一起做 那我可能是分仓 各分1%或者1倍到2倍的仓位在他们两个里面 留下来一些仓位将来做中线的波段行情 这两个仓位是要留非常长 长到什么程度 我之前给您讲过 每日我看到哪里去 140以上 正常如果真的起来它到170 这是7千点的行情 为什么 因为第一波它走了将近5000点 如果它第二波出现的话 只会比5000长 不会比5000短 甚至于它将来都是一种上涨的格局都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蛮有一个机会的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将来去做空日元 为什么 因为日本经济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它一旦爆发 它也是拦不住的 所以相对的 我觉得 现在收回来讲 就是这第一笔的交易节奏 我觉得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笔交易节奏 找对了 后面很多的行情应该都是比较简单 就可以看出来的 好吧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些逻辑 就是 你会发现 我看到未来的行情是越看越大 比如说澳币我现在只看150 然后欧元我看800到1000点 然后黄金我看1500 然后再往远处看 那就已经几千点的行情去了 为什么 说了 之前是从最大变零 英国退优到之前那个就是最大 然后到之后变零 零开始加大波动 然后目标又是最大 那么零的之前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像美元对日元 我们一举美元对日元举例 就是他最大的时候是从75 打到125 这每一个波段都很大 之后125到这边来也很大 然后归零 好归零开始再加大 归零再加大是以哪个地方为参考呢 就以前75到125为参考 这边找到一个极限低点 他如果是对称的 如果是以这边是第一 这边是第二 这边是三的话 那么他就是以他为目标的将来 那这边是5000点 他将来也是起码几千个点很正常 不要认为这个不正常 历史没有什么不正常 好吧 OK 基本上还是这样 等这一笔交易 然后对了 基本上踩到点 踩到点以后 就应该 不能说未来没笔都对 基本上踩到这个时间节奏 那他的 在未来有几笔都是150 然后有中线的行情 然后有稍微长一点 因为黄金本身波动率就高 他走1500点跟外汇走1000点差多 然后就说这些行情 当然他里面内部他会有一些刺激的 他不可能一下走到1500 他是里面有些刺激的点 我之前跟你们讲了怎么做 记得吗每日 我其实做的是一种完整下跌五浪形态 最后我是在英国推出那天 那一天我把每日的空单全部平仓 你们应该都有印象 其实黄金也是如此 一旦黄金开启这个下跌 然后记住他也是五浪结构 他是什么级别的五浪结构的 日级别 他这边的话 这边上去以后 他是周图的一个四级调整 这边是上涨 这边是调整 他是调整的 他这就是日级别 日级别第一浪第二浪第三浪 他第三浪就要跟第一浪是一样 甚至于比他长 懂吗 比他要长有可能 这边是1300 这边 我觉得是1500 你说如果是在93 1500 那就是112级 如果再延长 那就可能半2000点去了 所以 但是记住这只是日级别的 日级别 可能1500到2000 我刚才说每日 包括奥币那个下跌 那个是周级 那个里边涵盖的是日级别的五浪下跌 这边是日级别的下跌 它是四小时的五浪 所以这个级别不一样的 四小时五浪会比我们之前做 每日五浪形态还大一个 那是小时级别的五浪形态 这边是四小时级别的 其实就很简单了 一旦它行程 就是开四小时就可以了 它是先穿越 然后再反向跌穿 打开 跟四小时之间的距离 然后反弹一次再打开 然后第二次再打开 结束 就这么一个规律而已 没有多复杂 只是说里边的变化 说哪个点我们要加三 或哪个点我们可以先给它锁上 比如说当四小时级的这个均线 偏离过大 比如说它从上方跌穿下去 那这一边的偏离是最大能到多少点 就是1325 比如以这个点为最大吧 我觉得是 那这个点的均线是在1322 最低点是到了1266 那么有600点的这种偏离 比如说将来有一天如果它再有一个600点的偏离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把它先锁上 锁完以后等你反弹 反弹到位了 我们再把它解开 然后再加仓 然后它再跌 然后再到一个最大值 然后再把它锁上 再去加仓 再去解单 再去加仓 然后等微型 解开 加仓 啪 大跌下去 然后解开 这就是本来大周期的一个基本概念 所以这边也都是600点 1302到1241都是600点 所以就说只要看到600点就可以这么干 这笔交易就可以做了 所以将来的话 其实已经有点显现了 这些趋势 说黄金为什么跌 其实也是跟美元加息会有关系 所以这边的话 还是奥比这一笔交易 我觉得它成立 后面应该都会成立 可能我说的也很快 反正 先给你们画轮廓 画完这些轮廓以后将来到了 你们心里就明白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奥比做空 真的今天晚上你们看微型向上 你们还敢做空吗 就很难了 就跟英镑当时觉得 英镑因为那天有人在这边做 就是回溯一下 就像这一天 记得吗 这是微型 然后它上冲上去了 所以这是那个高点 这个高点一直到我们 1.4011 那个之前它是最高点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微型的最顶点 然后微型以后它也经历了两次的 差不多两次拉回 一次到这儿 对吧 第二次打开 拉回 再打开 你看这边的第一次的下跌 300 400点 然后这边是700点 好 上去了 那就说上去 然后再 那是后面是英国退优 就说这边正好也是double 那么 也是它double 两倍 好 所以那么 就说这些把它是一种循环 其实归类都差不多 只是细节里面 它的那种 可能要去做调整 好 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没有 所以其实 大家 就是因为这些形态 我觉得都会 蛮复杂 这边会稍微 第一波 第一次反向的那种 会简单一点 那到这边 其实都是蛮复杂的行情 我觉得 我是可以现在给你们分析 都是马后报 对吧 去分析它 都是马后报 但是包括这边 不破它 然后第一次打开 第二次打开 第三次打开 结束 好 你说它这些都是 等它走完了 你等第三次打开 结束了 你再做空 基本上 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 好 对还有英镑 今天有人白天又问我英镑 哎 这个英镑这个形态 真的我是 我觉得它现在投存量是整个市场里面最小的一个投存量 什么叫最小的呢 就是它经过前面两次打开 空单已经基本上 不是多单基本上都被洗掉了 空单其实大家都踏空 也不敢再进空了 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力量特别均衡的状态 就是什么 没有投存在 就是这么均衡 那它需要做什么 它需要去向逐渐恢复对它交易行星 那么它可以参见谁呢 就可以参见澳币 为什么参见澳币呢 其实它之前有一个过程是跟我们刚刚经历的英镑蛮像的 周线图的时候澳币就是从1.1跌到0.68这一步 它其实就是英镑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大跌 在这个波段里面 其实你没有真正做到空单的钱吗 没有吧 很少了 对吧 那多单怎么样都被洗掉 所以它才有一个横向横向的过程 而这个横向过程是为了重新怎么样聚集大家的对这个市场的人气 所以那么这个过程就会很漫长 我们现在看的是周图 那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了 已经有7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英镑这个行情 我们看周图这个最低点到现在才只有4成 还没有一个月 怎么连一个月还没到 所以它也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个很漫长的震荡期的 然后才能对它的恢复 所以它震荡期以后我说的是什么 最后一次杀跌 那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很慢的 你如果做 其实我觉得会比较的出头 我就说你做来做去其实没有多大空间 但是你对你的整个人的消耗觉得会非常的大 你有一个先预判就好了 你这样的话会对市场你到底该做哪个 比如这样的话节奏你就想反过来 你就想就明白了 就是奥币在大跌的时候没人做它 做其他品种 为什么都不敢再控它了 好现在英镑已经走完了 我们大家很多人目光在英镑上 可是奥币那边已经继续了力量 然后也不做 好等奥币动了 然后英镑最后一轮杀跌 很多人说可能还要跌 好追进去 然后大涨英镑 然后都傻了 这就是其实这种循环 它其实在这个市场里边 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我这句话应该是负责人 这种轮回从金融市场诞生第一天起 就是金融衍生品市场 不管是股票还是期货 还是外汇 第一天开始这个规律就没有变化过 只是这个规律 它没有变化 它是一种像是隐含的东西 就是隐性的东西 它是没有办法 说你拿具体的数字 具体的东西去量化量化不了 这是一种 就像一个我们看一个电视剧 或者我们去看一本书也好 它有一个明线一个暗线 那个暗线是无法描绘的 是大家去体会 而且它是无法变成文字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像是我们 中国人喜欢道这个字 道讲的是什么 阴阳 阳和阴 阴那一面是要体会的 阳那一面大家都看得到 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这个人外表是什么 你知道它里面是什么 阴那一部分你能知道吗 看外表很斯文 它里面也许是个大坏蛋 你看到外表很邋遢 也许人家是富豪 这就是所谓阴阳的关系 你可能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它实际存在 而这个市场也是有这些东西 而这个东西其实是最难被发现的 而且你从书上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 一般写书的人他都不懂 因为写书人没有在这个市场里能 有多少人能挣到钱 他写书是为了赚稿费的 他写不到你的层次 你说像巴菲特同志去选一本 他写不出来 他可以给你讲 他写不了 为什么 这些东西没法入文字去阐述 一旦入文字阐述就是扬面了 终点是阐述不到这么进化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市场到今天 所有历史上那些教育大师 他所留下来的东西很难被理解 比如说贪婪和恐惧 大家都知道贪婪 你别人贪婪我恐惧 别人恐惧我贪婪 你知道你知道怎么用吗 你知道哪个地方别人会恐惧吗 你知道别人哪个地方会贪婪吗 这个东西根本就 你靠讲是讲不出来 其实他很有道理 就是精华 这个精华你理解了 其实你可以跟他 不能说像他 就是你可以变成你自己 适合这个市场去参与的教育 所以阳和阴的概念 我刚才给你们讲都是阴的东西 没有太多阳的东西 阳的东西我觉得是你们可以自己去学的 比如说像奥币 对吧 那天有人跟我讲 他做多了 就在这一边买入了 因为符合他的交易系统 因为第一次反转 就是符合交易系统 这边 你们会去解释吧 你们很多人的系统在这一边都是提示你们买入的 但是深圳敢做多的人有几个 他是符合的 这就是为什么交易系统最核心的地方 他对的 但是什么 但是都不敢做 这就是原因 原因就在于什么 原因是在暗的那里面 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思维是在空向 所以不敢去买入 所以第一次是对的 第二次是第三次 你说也是对的 但是人要一摊就下来 这个就变成错的 那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三次 也给了机会走 但是正常可能大多数人不走 就是说很正常这些东西 澳币降息到复制 这就是我现在只能跟大家讲 这就是一个方向的基点到另外一个方向的基点 就之前澳币的利息是历史最高点 他将来一旦回落 他未来的目标就是历史最低点 什么时候我就不知道 懂吧 这就是一种内在的规律 有可能发生的 这个就好像是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你看经过危机以前 美国澳 美国欧洲 对吧 英国利息都是历史最高的 然后降到零 甚至现在像欧洲降到负的 但是他降到负的以后 你发现他经济有改观吗 没有 怎么 他那个地方不是立刻就能改观 基本的原理 你现在看澳洲这边 你们自己没有感觉吗 澳洲这边矿业已经没有了 最大的出口产业已经不能说归零 百分之八十了 差不多 现在肯定是什么 出口员也小于进口了 你出口小于进口是什么状态 是你的本国的钱在资金的净流出吗 你要需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外边的东西吗 钱是在流出的状态 所以他即使降了这么多次息 他的通胀率有没有提高 没有 因为钱都流走了 钱流走以后的话 他要怎么办 他只能降息 其实这些过程其实就跟之前美日跟日本跟欧洲都很像 只不过澳洲是因为之前这几年08年这段时间怎么样 到13年或者12年之前怎么样 是因为矿业也很好 对吧 莱恩哈特曾经到过澳洲的守护 对不对 那当时矿业是支撑了整个的澳洲澳洲这个国家的经济体 现在没有垮掉了 你想一想是什么后果 这个澳币和欧元包括黄金的顺序 其实他是因为周期性的不断在加大 澳币上面做空 这个是四小时集次的一个周期 而欧元去做多 他是一个日级别的一个末端的拉升 就是四小时集次的末端那个拉升 所以我觉得他很大 然后黄金反过来做空 他是日级别的一个完整周期 所以他周期是在不断在加大的状态 所以他先走那个反过来想 就是快的是哪个 就是小周期在前大周期在后 不是说我做欧元的时候 那个上涨如果出现了澳币就不涨 不是的 他也会涨 只是我选择 你不能选择都做 我同时间我买入我 比如说澳元英镑 然后都买 当然大的基金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交易量 最好就别这么做 对吧 你可以同时间买所有的非美货币 这样是对冲的风险 因为有的强有的弱 你可以对冲风险 但是你做单一的话 现在都是大家资金量贵多的话 世界20万 没必要那么去做交易 就找好同一时间 找好一种规律 比如现在我觉得都是非美要走强 那就找那个最有可能走的最强的那个品种 去做它 那么最强是哪个呢 就是之前最弱的 那你去翻开就可以看到了 澳币 欧元 英镑 对吧 这些品种里边 这些支盘里边走的最弱的是哪个 就是欧元 你从最近的日线图就可以看出来 日线图 澳币是这样的 对吧 银币是这样的 扭币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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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欧元是什么样的 欧元是这样的 懂了吗 就是这种规律 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之前其实 我们上一轮做那几次的交易 其实也是这样的 也是从小到大 最后末端最后做那笔 是最大的 就是英镑的 英镑的那个什么 那个最后一个大幅拉升 它是日级别的最后末端 那个第五浪的延伸 所以它很快 而且空间很大 当然英国那个推偶我判断对了 但是思维没变 所以没有立刻做空 如果判断思维对了 如果当时的思考也是修正的是对的话 那笔空单也是做下去 那就是一个日级的完整五浪 就是英镑 日级的完整五浪 从高位 也不是日级的完整 不是是日级的第五浪 就是末端的一下 末端的一下 然后对它也算是日级的第五浪 然后它会包含着 你会看到这是四小时线的 一 然后一横向的是二 二的话这边破了它 这都是我后来才看出来的 因为我马后跑 就是一 然后的二 然后三横向 二横向一点点 三 三以后再等一次 微行向上最后一轮沙跌 微行向上是哪里呢 日级的55节 将来日级别的55节 等到这个位置上 它是最后一次沙跌 所以这边有距离 但它如果是横向慢慢走 那就是慢慢等这个均线跟下来 那按照这个速度下来 起码要跟一段时间 再往上穿 就是说它是这种过程 然后一走完了 不就是正好是那个 为什么这是日级别的第五浪呢 它是因为周级别 这个线形就是没有碰到89 所以它是周级别的日线级下跌的第五浪 日级升调调到周级的55节 然后最后一波沙跌 然后包含着四小时的五浪形态 然后就结束了 这些其实它都是周期理论 但是实际上你就算加了你 你也用不了 因为里面细节当中 到底哪个点进 怎么进 哪个位置上进 你差之好理 你止损点白不好 你不白止损打你包扫 你止损白不好 点你止损 所以这些其实也都没什么 这就是周期理论 大周期的一些思维方式 好吧 就先给你讲一讲 接下来我们都要干什么 基本上它可能在未来的半年以内 就要陆续的发售 其实怎么讲呢 英国可以讲 只要是在第五浪这边借到资产 其实都是优质资产 汇率是有大跌的状态 但是在跌到底的时候 你就已经买不到了 只要是在刚跌的时候去买 正好是最优质的资产 我说实业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 它已经等过了从二接近一的这么一个状态 英国现在的汇率已经是在历史上的最低点了 历史上的低点 当然之前有个1.05 除去那个以外 它已经是最低点了 非常值得去买它的资产 但是小规模资产基本没啥用 就小资产没什么用 都是大资产是有用的 因为经济复苏先复苏的是那种很大的资产 就比如说像一些那种必须人们都要花钱的 这些都会非常好 就是稳定的现金领 好吧 今天差不多 就是这样 你们就观察吧 这样的话 如果今天是拉升 然后明天逆转思维 再拉手到底放空 正好是一种时间节奏 但是还是要看它给不给机会了 昨天不也是没有给吧 因为不也是一路在瞎探 如果给机会的话 就是我们能够去抓的吧 当然基本上我今天讲那些大的结构吧 你要是说一直能够听我解盘应该是OK 但是如果是将来有一天听不了 那些行情如果走出来 应该也跟你没多大关系 因为在里面变化的周期规律里面 他很多细想到都是 应该都知道 我一般最后做单的时候都要看到一分钟这个级别 都要很精确的 好吧 基本上我们今天先就接到这吧 好 祝大家交易比较交易顺利 然后可以看看美国大选 这段时间其实看来是想受它影响还是蛮大的 八年一个周期 八年受它一次影响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 谢谢大家 明天周末 周五 然后同一时间 我们再看市场的变化 今天先到这 好 祝大家晚安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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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